传世系列又一款既熟悉又陌生的造型登场 今日分享变形金刚传世系列第级别阿尔西 受疫情影响,这款阿尔西足足卡了一个月才到手,也是令我无语 主体方面,这款阿尔西无论气质还是配色都明显来自于领袖之正的版本 但造型方面和本系列隔板一样做了基因化处理 方正感更足,而流线感更少 所以虽然身形方面依旧瘦长,但女性的感觉会弱化很多 另外,女变形金刚的通病就是背包部分无处收纳,通常都会很大 这次更是将整个摩托车头背在背后,显得十分臃肿 另一点遗憾之处是将后轮部分放在了小腿两侧,也很影响美观 头雕方面,还是能一眼看出这是领袖之正版本的阿尔西 但由于去除了流线和尖锐感,同样显得女性气质不足 值得一提的是,头雕的眼部使用了透光零件,而且透光性还不错 细节方面,身上各处点缀的银色涂装倒是加分不少 可动方面,中规中矩,不算出彩,但也没太多短板 比较难得的是,D级别产品还能拥有手部转动 而且脚腕接地部分也依旧不错 遗憾之处是,腰部转动会受到结构影响,比较受限 配件方面,有一个透明的能量圆盘 插在小臂上或者手上,可以当作盾牌使用 另外,圆盘可以从中间一分为二 插在小臂上,作为光刃的效果倒也很是拉风 而且,背包上的摩托前轮可以拔掉 前轮的轮胎部分可以从中缝向两边展开 拿在手中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武器造型 另外,轮胎部分转动很顺畅,也算是一种玩法 拆掉前轮之后,也可以将背包下翻 展开的轮胎部分可以安插在颈部后方 个人觉得,这个造型看上去会更顺眼 看到这里提醒一下,别忘了一键三连,你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那么,开始将阿尔西变形 首先,将小臂外侧外拉并下挫,盖住手部 再下拉手臂,松开肩膀根部的勾挂 将背包部分的折叠关节尽量向外拉直 再将车头部分旋转180度 然后,将背包根部上翻90度 腰部关节向后折叠90度 再将腰部旋转180度 将手臂根部关节向下拉直 再保持手臂根部不动 将上臂和小臂向内旋转90度 将上臂插栓插接内侧豁口 两条小臂在中间对齐插接在一起 将双脚的脚尖下翻直到盖住脚跟 再将小腿前方外翻直到脚跟插接内侧连接杆 然后,将小腿外侧轮胎的连接杆上翻竖起 此时,将大腿部分向两侧翻平 裆部前方盖板,沿轴下翻到底 再将整个裆部上翻盖平 旋转大腿根部并且朝向前方 再向下弯折连接杆部分 塞入两边的内侧 转动后方轮胎 将三处插栓对应好位置 捏合插接在一起 接下来将车头两侧盖板后翻 先将较长的插栓插接车身两侧 再将小腿上的插孔插接盖板内侧插栓 最后,按压油箱顶部调整一下盒缝 再将摩托支架下翻竖起 这款22C的伪装形态依旧是一辆摩托车 比较难得的是,车灯和挡风玻璃部分都使用了透明零件 而且轮圈和转向灯部分也都做了涂装点缀 仔细看的话,仪表盘和把手部分也有细节刻画 挡板、发动机和排气管也都有显现 最难得的是提供了摩托支架部分 应该说伪装形态的造型比起人形态要好上很多 当然,毕竟只是两轮载具 推车滚动虽然顺畅,但依旧要手扶 至于配件的圆盘部分,可以拆分插接在后座上 也可以插在后轮两侧作为点缀 这个并没有一定之规,喜欢怎样全凭自己 尺寸方面,这款阿尔西高约12厘米 是一个D级别平均成绩 重量方面,全装备状态大约是80克左右 手感方面,松紧度适中,材料韧性也不错 最主要的是,变形摩托车的设计也可圈可点 稍微影响手感的点是腰部后仰的关节会多少有些松 我的评价是,除非你不能接受 不完美还原领袖之正的改造造型 不然这款阿尔西还是值得一玩 那么别忘了一键三连 更多内容持续更新哟